进去了一个小饭店 小 销店 小饭店 小商店 好 然后老板和 好像她的同事 她的朋友 他们谈话 我听他们说 我不喜欢阿莫 你听得出你的感受是怎样 我一不生气 我惊讶 当时你怎么反应 我对他们说 怎么了 其实是一个误会 他们说 我不喜欢按摩 所以你们看 如果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如果听不懂当地的语言污秽 其实是很容易产生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花一点时间了解彼此 好好学习当地的语言还有生活的方式